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第2887集 大地的茶 留下一些人打扫战场 痛气伤亡 杨开静止返回了城主府 羽如梦迎了上来 美眸放光地望着杨开 你有龙族血脉 若非杨开这一次幻化出三十丈龙躯 他还真不知道这事 但那三十丈龙躯横扫战场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 羽如梦自然也看得清清楚楚 杨开咧嘴一笑 伸手捏出了他的下巴 微微一抬头 怎么 穿心荡漾了 羽如梦将他大手拍开 撑倒 上来了 杨开一挽腰将他抱了起来 大步朝内兴去 一般一般地冲了过来 美眸泛着异样的光芒 虎啸城的局势 随着这一次战役变得诡谀起来 足足半年时间 再没有任何一支魔族大军造访 也不知道是忌惮虎啸城的力量还是别有原因 魔族那边似乎将虎啸城给遗忘了 倒是附近左右的城池不断地遭到魔族的猛攻 最开始的两月 杨开也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 免得给了魔族可乘之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确定魔族再也不会来虎啸城之后 杨开便领着虎啸城的大军主动出击 魔族不来攻城 我出去打你们总可以吧 多亏了虎啸城二十万大军的来回奔波 附近好几座城池 好几次都岌岌可危 却在虎啸城的支援下渡过难关 杀敌无数 虎啸城大军军事已成 军中帝尊敬更是多达一两百人 所到之处简直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威名远扬 如今西域各大城池 但凡有哪个城池守城不立 第一时间便会向虎啸城发出求援信息 有空间法阵和宣介珠 杨开来往支援也是迅速至极 多次挽狂澜于祭岛 服大夏于将亲 虽然虎啸城大军在杨开的率领下表现强颜 但总体局势对兴界这边还是不容乐观 半年时间 西域将土丢失无数 上百座城池沦陷 无数人战死沙场 魔族的禅食势不可挡 依照这样的速度不出五年 只怕整个西域就都要沦陷了 到时候魔族以西域为跳板 东南北三月都将不得安宁 大帝们如今已经不知所踪 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是不是知道星界如今的局势 虎啸城的护城大镇徐徐开启 二十万大军凯旋归来 虽然半年时间的征战让虎啸城大军也死伤不少 但每一天都有慕名而来的武者加入其中 所以虎啸城大军的数量一直保持着一个平稳的数字 甚至略有增长 城中居民欢呼不断 兴高采烈地迎接大军的归来 这一趟杨开帅大军外出支援 也算是攻城身退 保住了那个支援的城池 打退了百万魔族的进攻 留守虎啸城的马鹰迎乐上来 凑到杨开身边低语了几声 杨开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从后方挥了挥手 大军自取安歇 杨开脱去身上的甲州 大步朝城主府内行去 大殿之中一人端坐在旁 似是察觉到了动静 扭头望来 四目对视 只见来人双目泛白 没有一丝黑色 望之惊悚 高雄 杨开微微一笑 竟自走到守卫上落座 自有婢女奉上茶水 恭敬告退 来人是高真 杨开与他也算是认识 不过并不熟悉 心中不免有些奇怪 他跑过来干什么 这家伙可是天书大地的一波传人 不在大地身边伺候着来虎啸城干什么呀 不敢当 高瞻微微浅身 杨师兄闻成武德 呼叫大军一出 魔族闻风丧胆 这些日子可是打出了赫赫威名 杨开道 高雄抬举了 不知高雄此来有何要事 高瞻回道 访家师之名 请杨师兄走一趟 杨开挑眉道 天书大人要见我 正是 杨开汉手道 好 容我稍稍准备一下 高瞻身手请便 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只是找到丽角和高雪亭 告诉他们自己要出去一下 让他们小心戒备 虽说自从上一次那个魔族半生 跑过来闹了一通之后 胡啸城再无魔族兵临城下 但小心无大错 万一魔族趁他不在真的打过来了呢 交代完之后 杨开便与高瞻一起上路 通过城中的空间法阵直传目的地 事业一花 两人已经出现在了一处山谷之中 古内灵起浓郁 鸟语花香 亭楼隔台 风景别致 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战场和打杀声中度过 忽然来到这么一处地方 还有些不太适应 开挑眉道 这是天机谷 早就听闻天书大帝住在天机谷中 但天机谷到底在星界的哪个位置 却是鲜少有人知道 杨开也不清楚 却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 居然也能来到天机谷 高瞻汉手道 杨师兄说得不错 此地正是天机谷 家师幸喜幽静 所以这里只有我与家师两人 怠慢之处还请杨兄见谅 高兄客气了 杨开客套一举左右打量起来 显得颇为好奇 高瞻在前方引路 穿过小桥流水一直朝前方走去 天机谷内取静通幽 景色变幻不断 明明某一处还是春暖花开 一脚踏出或许已经身处挨挨白雪 这里有极为高明的阵法笼罩 似能调节四季之气 直到一座亭子前 高瞻才止住了步伐 伸手意紧 杨开抬头 这才悚然发现 亭子中有两人端坐 正笑吟吟地望着他 他这一路走来 虽然也在左右打量景色 但并不代表他就没有感知四周 面前的亭子中有两个人他居然没能发现 实在是诡异的很 不过这两个人如果都是大帝的话 那就又说得通了 其中一个自然是此地的主人 天书大帝 而另外一个杨开也不算陌生 正是寿武大帝 莫黄 此时此刻两人正对袭而坐 中间一幅石桌 桌上煮着茶水 空气中茶香四溢 杨开劲步上前 入了庭内拱手道 见过两位大人 莫黄一笑道 别客气 坐下吧 杨开谢过 这才落坐在两人的中间 一时无言 天书大帝和寿武大帝都不出声 似乎在等待面前的茶水煮开 杨开也不好打扰这宁静的氛围 但毕竟身在两位大帝中间多少有些不太自在 不时地扭动一下身子 动动胳膊晃晃腿 莫黄扭头瞧了他一眼 你是猴子吗 杨开善笑一声 立刻眼观鼻 鼻观心 动也不动 楚天机呵呵一笑 年轻人活泼好动 乃是常有知识 莫兄何必苛求于他 莫黄道 楚兄 你可别为这小子的外表给骗了 这小子素来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为莫小七的事 莫黄对杨开一直意见很大 逮到机会自然不令打击 杨开叫区道 树大人 我也没没得罪你吧 当年在龙岛的时候 我还算助你一臂之力 上次更带小七去看望了伯母 你干嘛这么说我 莫黄哼哼两声 提起桌面上的茶壶给自己满了一杯 一饮而尽 楚天机呵呵一笑 接过茶壶给杨开的茶杯倒水 杨开大惊 连忙起身道 怎敢有劳前辈 晚辈自己来就好 这可是天书大帝 居然给自己侦查 杨开再自大也有些承受不起 楚天机却是不管不问 直到将杨开的杯子满上 才自己倒了一杯 欢欢道 我从莫兄那里听说了你不少事情 果然是江山带有人才出一代新人 换救人啊 杨开脸都红了 一边再次落座 一边尴尬到 天书大人过奖了 莫黄对自己有点意见 杨开是知道的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肯定没什么好话 也不知道天书大帝都听说什么了 楚天机笑道 非常人行非常事 起码我等年轻的时候 可没有你这般疯子多彩的生活 比起你来 我等大有不如啊 杨开刺了呲牙 我算什么非常人 只是年轻冲动 诸位大人才是星期亿万五者的楷模 楚天机欢欢摇头 老夫也算活了不少年月 也见识过不少所谓的青年才举 好奇之秀 但却从未有哪一个如你这般刑目耀眼 使人皆成老夫能看破过去 看透未来 有明天里变天机之能 但老夫 却是看不透你的未来 到底是怎样 杨开一惊道 大人此言之意 晚辈的未来扑朔迷离 楚天机欢欢摇头 却是不多做解释 杨开那叫一个急呀 无奈拳头没人家大 也不能逼迫人家 只能抓起面前的茶水猛干 莫黄有些忍无可忍 别吹风大了 赶紧说正事 老初 你这人说话就是喜欢拐弯抹角 拖拖拉拉的 杨开神死一速道 是了 不知两位前辈换晚辈前来 所为何事 让两位大帝找他过来 显然不是什么小事 杨开忽然意识到 天书大帝刚才那局 非常人 行非常事的意思了 这是由任务要交代自己 而且应该是很危险的任务 妈的 大帝的茶果然不是那么好喝的 这次不等楚天机开口 莫黄便直接道 杨开 我等希望你能进一趟魔雨 进魔月 杨开闻言大惊 进魔月干什么 莫黄神色凝重道 明月怕是有些危险 我们需要你去将她救出来 杨开听得有些发懵 明月大帝陷露魔雨这事 他自然是知道的 当初两界通道开启 几位大帝进入其中查台 却不料被魔雨那边的几位 魔圣赦服 最后还是明月大帝 以一己之力拖住了那些魔圣 让莫黄等人有机会脱困 后来也听说 明月大帝似乎是被困在什么地方 但具体是哪里就无人知道了 至今也是渺无音讯 如今莫黄忽然要她去魔雨 把明月大帝给救出来 杨开自然是一脸崩 迟疑了一下 杨开扯了扯嘴角道 两位大人不是在开玩笑吧 莫黄的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吗 杨开干笑一声 小子喝得喝呢 话没说完 莫黄便道 我也觉得这事让你去办有些不靠谱 但老鼠却说此事非你不可 这是为何 杨开眉头一皱 好奇地望着楚天机 楚天机悠悠道 几日前 老夫忽然心机不宁 应有什么大事要出的感觉 当即起了一挂 得以趁烟 杨小友可知那趁烟是什么 杨开心说 我哪知道 我要是知道 我就是天书大帝了 哪有你什么事 当即摇头露出好奇之色 楚天机 扭头朝一旁望去 不急不许道 月落污体 一线生机 杨开苦思冥想 怎么也没想出这句称言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虚心请教道 月落污体我倒是明白 想来是预照明月大人身处险境 但那一线生机 与我有何关系 为何此事就非我不可 楚天机 楚天机伸手一指 你看那边可曾看到什么 杨开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立刻看到一株一人环抱粗细的杨树 枝条茂密 楚天机又道 当日老夫便在此地 黏玉伏击 而那奇卦之物 对应的正是那边那株杨树 你再看看 那株杨树身处何方 杨开稍稍辨认了下方向 迟疑道 北方 楚天机汉手道 月落污体一线生机在北洋 如此小友可明白了 欲知后事如何 昏营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2887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炼巅峰》